你好,哪位? 我是康路37隆7号的疑问名,我现在受不了了。 现在我自己的药都吃完了,对吧? 东西也没有了,也没有吃的了,我现在人很难受。 什么东西没有了? 昨天你儿子让我帮你爱人配药的时候,你怎么没让我帮你一起配呢? 我现在人很难受,长子疼,温度有一点点升上来了。 我帮你送一点那个莲花氢纹颗粒,莲花氢纹酱给你。 这个我们还有。 那我目前为止,我居会只有这类药物? 我想做CT。 你想做CT啊,这个不是我居会能够决定的? 不是,我要到医院去看病,要做CT。 我们已经把您的名字报上去了,但是上级部门没有做处置。 这个,这个,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解决,我怎么办? 我也不知道。 看着我等死了? 我也不知道。 我也不知道,李老师。 那问哪个部分啊? 你们给我解决,我这又找李伟啊。 对吧? 我李伟已经帮您都报了。 报了就完了。 报了这么多天,都没有听到你们回应。 他们没有给我回应。 没有给你回应,你就不管了? 我不是不管,我还有很多东西,我都在报。 嗯。 不仅仅是您一个。 嗯。 今天我想办法送走了一个孕妇。 今天我在处置一个过世的老人。 嗯。 余老师,不是我们不作为,而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 嗯。 我们无能为力,居委会能做的事情,我都做到了。 居委会不该做的事情,我也做到了。 那么你们,既然这样,你们不可以向上一级的机关反应一下吗? 我们上一级机关,最上面一级机关就是街道。 居机关我们是反应不上去的,居民可以去反应,你们可以去反应。 但是我告诉你,上海是1235,热线到现在都是个空的东西。 这个东西我都反应过了。 对啊,您都反应过了,您看有结果吗? 您看有结果吗? 不是我,语气越来越重啊。 我也很着急,我也很愤怒,我也很生气。 对啊。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,我告诉余老师,我无能为力。 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那怎么办?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 现在我面前放到不是您一个,是有一群这样的人群在我面前。 就是他们不处置。 嗯,这个情况怎么办,要我们自己来承受。 我不知道。 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了了,我先退出了。 我也不知道。 这一天会不会很快到来。 余老师,我比你更委屈。 哦。 这,也可能,也会有这个感觉的。 但是我今天打了,接到一天的电话,都没有接通。 我不是不努力。 12345也打过了,110也打过了。 对吧。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,您看有结果吗? 我也是说,没结果。 是没结果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。 嗯。 就不能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吗? 我也想让他们来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啊。 嗯。 我也想啊。 为什么呀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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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? 为什么说呀? 老人老人不管。 孕妇孕妇不管。 过世的老人都不管。 嗯。 连垃圾桶都不管。 我像思维也反应过了。 也一推出来。 是吧? 李老师,我真的很无奈。 我不知道。 我现在, 我比你更伤心。 嗯。 因为年纪已是一个家庭。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。 嗯。 对。 您所谈的一切, 我真的很理解。 真的很理解。 你的情况,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。 电话打过无数次。 哦。 谢谢你。 对不起,李老师。 我无能为力。 哎, 真是。 我们的国家, 难道就是这个问题。 这个样子。 我也不知道, 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样。 嗯。 好吧。 哦。 谢谢李老师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